对于三千年前创造了辉煌历史的楚国 今天的人们知之甚少 它一度是世界第一大国 中国历史上第一段长城 第一个县 第一只毛笔 都出现在楚国大地 它不仅是华夏大地上 文化最灿烂辉煌的诸侯国 也曾经是全世界文明的最高峰 然而 这一切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 烧毁了各国的史书文献 而沉埋于地下 关于这个伟大王国八百年的历史 关于他创造的种种文化成果 渐渐被人们遗忘 楚国的历史被风干成了春秋中的寥寥树雨 幸运的是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 中国考古学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发现了一处处移植和墓葬 这个沉顺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王国 渐渐显露出它独特而迷人的面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安徽寿县出土的青铜器 让人们第一次目睹了楚国文物的风采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悬谷和岳王勾建建 令人惊艳 十几年后 增侯以边中和重达十吨的青铜锂器 现身于湖北隋州的一座古墓之中 本世纪初 在湖北荆州 人们又发现了一座 可与秦始皇陵相媲美的巨型古墓 所有这些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 都具有一种神秘的趣致 这些器物 相像奇特 张扬自私 这些图案 精美至极 灰鬼绝怪 他们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浪漫狂放 绞织着高贵的气度和喷波的活力 凤的形象 在这个楚国的文物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体现 另外一个方面说 他所透露出来的这种艺术气息 恰恰是和中原地区所要表现的这种 刚进凶魂的气息 是一种很明显的很强烈的对照 这个凤所传统出来的是一种柔美 是一种神秘 是一种让人感觉到给人联想中一种无限瑕疵的那么一种浪漫主义的气息 在人们的印象中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而一个个惊人的考古发现证明 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 与北方的黄河文明双方并致 甚至在许多方面 楚文化一度领先于北方中原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千六百多年以前 也就是中国商代初期 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 艰难地向南迁徙 他们就是楚人的祖先 刚刚崛起的上王朝 在中原向四周扩张自己的势力 楚人的祖先因为不属于商王朝的血脉家族 而备受冷风 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 向着人烟稀少的南方进发 在穿越红柏山和秦陵以前 他们已经搬了很多次家了 从中原一步步走向西南 每到一处定居不久 商朝军队就会尾随而至 驱逐他们 终于 在今天湖北西北部的金山一带 楚人的祖先停留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避免强敌的进攻 而自己还比较好固守 另外以金山为中心的江汉之地 它无产是比较丰富的 从一个早些年弱小的国家 把楚国发展庄大 变成一个说地方五千年代价百万的 这样一个蓝图的大国 这个与金山早些年这样一个基地 是密不可分